娱乐中心钟云轩报道左藤娥次郎惊传离世的 西图翻设自百度百科曾出演日本经典电影男 真命苦系列的日本男星左藤娥次郎 十日惊传在京住家中身亡 享受78岁 消息一出 让外界感到像震惊 而确切死因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 左藤娥 狼曾出演经典电影男人真命苦系列 图翻设自特据NHK News报道 左藤娥次郎独居住在东京市田谷的 怎料在十日上午十点过后 被来探望的亲人发现她 是在浴室的浴缸内 家人随即替她拨打119求救 却回天乏术 据了解 左藤娥次郎的身上并无明显 口被确认当场死亡 而由于左藤娥次郎独居 警也正在调查详细死因 事实上 左藤娥次郎身前 仅是电影男人真命苦系列的演员之一 他也曾演多部日剧 包含人衣 时效警察 99.9不可能的翻案 各个角色都深植人心 获得不少忠实观众的喜 我愿意 没有 你